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警报 我是唐洁安 马上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大成刚加码美国杂百亿收购德州旅厂 台场首张风电超过百亿合约 副总统今天表示重要里程碑 严调机构指出面板厂拉货动能 可能最多会到11月 纳志杰多新车销售满意度 国产车冠军 来关心台股 在大型全职股走弱无力冲击下 台股加权指数以小跌2.91点开出 随即呈现跳水格局 不仅再度失手万一关卡 盘中更大跌超过百点 法人提醒贸易战影响已开始 在美中两国经济数据上显现 台股高档压力重 居高思维的气氛浓厚 战以保守态度阴影 提供给您参考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制裁伊朗在即 加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谈判 有所突破 国际油价周易大涨近3% 联发科冲刺第五代行动通讯布局 相关标准提案参与度 比4G实习大增4倍 提案审核通过率也居全球第三位 整体5G技术规格贡献度 已经名列全球第15大 在5G领域大展身手的企图性望称 日前宣布明年将退休的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以悄悄放弃集团在中国 营业许刻的法律实体所有权 象征性交出这家 他创立19年公司的控制权 一转给5名 未透露姓名的新所有权人 高盛发表研究报告指出 在债务去杠杆化 经济成长趋缓 及美中贸易战冲击下 中国国内8至9月 就有8家企业出现债务违约 数量及金额同创历史新高 且都是民营企业 新唐亚特电视整理报导 IC设计大厂联发科 积极抢攻5G商机 董事长蔡明介日前亲自 前往英国芬兰等海外研发中心 与当地人才企业会面 整合跨国资源 5G布局方面也传来好消息 联发科在5G技术标准审核通过率 名列全球三强 今年6月股东会 电发科董事长蔡明介 再度强调5G跟AI对集团 发展的重要性 随后在机体电路60周年 IC60特展中 展示旗下5G晶片原型机 紧接着周一蔡明介 前往英国及芬兰等海外研发 中心持续深化全球人才与布局 同时我们也看到联发科 其实在5G的一个专利 布局上也抢下了前三名 那么都反映了公司 其实在全球的研发布局 这个策略上也已经展现 它的成效 所以显然在这次联发科 5G的布局 目前落后高通的一个时程 将可以明显所转到 一年左右的时间 虽然受到中国大陆智慧手机 成长趋缓和高通杀价 竞争冲击 不过分析师认为 明年现身的5G数据机晶片M70 应采用台积电器奈米 集子外光制成 联发科将拉近与高通差距 另外分析师指出 除了在手机 平板电脑等成熟型产品布局 在非行动业务方面 联发科也会转型到 成长型的产品 包括了像智慧的影音助理的装置 物联网或者是在电源管理IC 甚至在这个特殊应用 EFIC的一个晶片业务上 那未来这个部分都是有机会成长 预计在明年将会扮演 至少三成以上业绩贡献度的 最主要的一个推升助手 联发科5G相关研发人员 达数千人 横跨欧亚美多个国家 而且在5G技术标准审核通过率 名列全球三强 目前已名列全球5G技术 规格贡献前二十大厂 将串联全球据点 朝集团目标方向前进 新唐亚的电视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带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 财经报纸讯息 红博社 美国制造业指数达四个月新高 而全球则股片趋缓 金融时报 通用电器撤换执行长 股价已庆祝行情反映 华节日报 暴雨战越演越烈 中国经济动能持续降低 日本经济新闻 下补国用红海调控力 顺利收购东智电脑产业 近几年 低基金成为台湾市场 热销的保健食品 商机上看亿元 而且逐年升高 不仅许多大厂投入 也让年轻品牌业者端出最新制程 用特别定做的桃窑炉来低基金 以独特的古早味抢供市场 我们今天的产业之观 处理好的鸡肉放在黑锅里 再用炭火焖煮 业者特别定制炭火桃窑炉来低基金和低鱼精 相较市面上不锈钢压力锅 至少8到15个小时的低质时间 桃窑炉升温快速据保温效果 6个小时就能低至完全 我们的低基金就是只低了6个小时 因为会设定这样的时间是因为 我们很注重每一包基金的那含量 像我们家的低基金 它本身放冷之后 它第一个你闻它的味道 它是没有腥味的 而且还有淡淡的一个碳香味 成本高以外 然后本身炉炬的费用 也是一般不锈钢压力锅的三倍以上 想要低出那种古早味的 阿嬷在照片 低基金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风味 怀念小时候母亲低基金的古早味 除了炭火桃窑炉 业者更注重食材品质 选用黑鱼放山鸡去头绪委来低基金 低鱼金则是选用草本施木鱼 整尾低质 以小包装冷冻贩售 饮用前再加热 有如限低口感 我们特别的在意 就是养殖的环境 土壤 气候 水源这些部分 因为它这些因素 都是会影响到食材的品质 我们的生鸡跟生鱼 都有经过杜芙来因的 检验合格报告 然后甚至在低基金跟低域金的部分 也有SGS的检验合格 多项景业合格的报告 台湾保健食品超过700亿市场 其中低基金约有7亿产值 而且逐年升高 看重现代人对健康养生的需求 品牌业者端出最新制成 抢功一席之地 新唐人亚特电视夜席红礼金金 台湾台南报导 待您看到明天10月3号星期三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联整会主席鲍威尔 在全美企业经济协会上 发表关于就业与通统展望演说 美国公布9月ISM非制造业指数 欧元区公布9月综合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以及中油3G案还评闯关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